原來不單止胡偉聰八卦 外國遊客都是一樣八卦 所以要看一下情況是怎樣 即是叫做太過曼谷示威什麼都有 來到竟然變了一個短暫的遊客區 但又是那句危險呢 就是一個瞬間節省了一個瞬間 但是日後的情況是怎樣 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鼓勵鼓勵大家來這裡 當作一個旅遊點 只不過告訴大家 喔 情況是這樣的